今天的說新聞聚焦話題跟前有關 全民領紅包著六千塊的現金 哪的時候領得到呢 我們帶大家趕快來追蹤最新的進度 昨天立法院繼續的病案來審查 但是這四個小時吵來吵去 逐條的審查 朝野各有說各話 始終是沒有交集的 目前四個版本都不一樣 那朝野立委經過了這兩天的審議之後 始終沒有達到共識 所以最終的結果呢 是就乾脆這所有的條文 連同附帶決議全部保留 然後送朝野協商去吧 接下來進度就是這樣了 條例要整個保留 然後送出委員會 接下來進入一個月的協商冷凍期 好如果在一個月 那預計是二十號這時候可以表決 如此一來呢 過完年回來 二月二十號再經過這一道程序 二月底要發現金就確定無望了 民進黨團的總主要科建民認為說 特別表例這四個版本 長得都不一樣 怎麼可能會大家有集體的共識 這個時程看起來往後延 要到四月才有可能進一步來真的發現金 不過民眾不要傷心 今天去刷刷步子還是可能有意外驚喜的喔 這老保局我也希望讓民眾可以安心過個好年 我們帶大家來看看喔 一百一十二年的老保收困貸款 陸陸陸續續完成撥款了 每個人最高是拿十萬嘛 除了這個之外呢 我們為大家所列出來 還有什麼這個老農今天 還有國保年金以及值保 另外老保的部分呢 陸陸續續都是在今天 可望可以順利入袋 光是在今天十九號就有四百二十一萬人 可以領到這一波的紅包 一塊了解 analyzed選擇的 可以領到 有福音 發言 到